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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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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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线头有点短了 线头得留多少 大概10公斤 好了 我现在是把鸭脚给抬起来是吗 抬起来放上鸭脚 再放上鸭脚 然后我抬这个脚板 小心 然后后面抬 抬动件 这样的断键 断键? 我用解释把它装 不用断键 这是电脚 抬着鸭脚 更断 抬起来 对了吧 再可以 你把鸭脚的底线没有了 上面线没断 就是底线没有了 记者的学习道路非常坎坷 状况百出 刚一上手 线就断了 从穿针引线到放置底线 虽然运气不好 但是技巧学了个遍 可即使掌握了方法 记者还是在断线缝歪的死循环里出不来 急得满头大汗 大姐也是好久没遇见 这么笨的徒弟了 怪你 为什么它一快就容易跑天呢 没控制好 你的手没把握好 到歪了之后我能回去吗 我再缝一下吧 就拆了 我们的记者一向天开 想从头来过 这样的衣服能卖出去吗 我们干的都是羽绒服 葱龙 那我看我今天就不学了 再学的话 你今天活就出不了了 大姐您现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具 穿帽子 穿帽子 我看你们那个工作强度蛮大的 因为我采访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停下手里的活 对 都挺忙的 不能停是吗 你停了 连后边都没活干了 都是一道续一道续的 连下来 你们车间那么大呀 一个月产量有多少 多少件 大概四万五到五万件之间 那么多 对啊 是根据款的难以成功来决定了 但是我们每月订单要八万多件左右 八万多件 那怎么办呢 人手够用吗 不够用 现在呢一般的小姑娘们 都喜欢去干白领 对不对 都认为呢 坐在这里干缝纹工呢 很没有面子 老人 老的一代呢 又将近都退休了 所以年龄比较大了 对 现在呢 这个平衡已经没有了 这个好像断档了 服装行业曾经是中国制造的中间力量 一双双年轻的手 曾经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格局 而今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愿意从事这些职业 他们更渴望到大都市中 用自己的双手 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制造的金子招牌 正遭遇用工慌的尴尬 每天都在招人 没有办法 那老招人也不是办法 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机器 有啊 现在呢有一个做绣花机的 都要给我们研制一个新的自动缝纫机 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你做绣花的帮你研制缝纫机靠谱吗 我认为 看看试试吧 发明人高杰之 发明项目 自动缝纫机 高杰之 今年36岁 江西人 毕业后一直留在天津工作 高师傅打小不聪明 却靠着勤奋与坚持 开了窍 大学里学的是机械专业 毕业以后 就一直留在轻工业发达的天津 从事绣花机和缝纫机的研究 就在几个月前 他接到老李给他的任务 研制一台自动缝纫机 今天老李就带着记者来验收成果了 这是中央电视台 我爱发明的记者 你好你好你好 就是他吗 他帮我做机器啊 但是我现在看高叔 像是卖衣服的 我看做机器 高叔您干嘛呢在这儿 我看这个什么 看这个样品 就是我们那个自动机做出来的 是吗 嗯 那老李托你做的那个自动缝纫机 你做出来了吗 做出来了 机器在那儿要面试 是吧 那赶紧带我们去看看 可以去看看 好 高师傅 我注意到您这个桌子上有一个框啊 这个框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框的话是送料用的 比如说我这个服装比如说要缝 缝成这个线剂 这个线剂图案不一样 它是靠这个框的运动来形成的 高师傅发明的智能自动缝纫机 由电脑控制 电机带动 有着不同以往的超大面板 机器工作时气泵带动气框 纵横运动 加持布料来到针头下方定位 缝纫机机头和面板下方的底缩结构 共同工作 按照事先设定好的图案 缝出现机 高师傅你说的这么好 能试试呗 可以试试 我这已经测试过了 行咱们都等不及看了 老李有没有什么东西线剂分起来特别复杂的 我看了刚才它那有手套 我觉得手套是比较大 是吗 因为要需要拐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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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哦弯转比较多 对 那你缝个手套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老李不愧是行家 一上来就抛出一个大难题 手套这种弧线特别多的材料 一般只能有经验丰富的熟练工缝 新手很容易缝歪 形成废料 高师傅的自动缝纫机如何接招呢 那这个手套是怎么贴的呀 你看 你看 这两个 两个材片 对 两个材片 截到一起 截在一起 截在一起 然后呢 这上不是有线吗 别有线吗 这是什么 这胶带吗 这不是 这是船指它掉的 因为它这个尺寸的 缝的这个边缘很小 嗯 它容易掉下去 所以加了这个东西 固定一下 就这样一摆 把它摆齐了 一盖上盖子就可以走了 嗯 高师傅为了解放工人双手 降低工艺难度 特制了配套模板 这样 只要固定好材片 新手 也可以缝制最复杂的线剂 以后工人操作机器 上手将非常快 想法是好的 可是缝制效果又怎么样呢 高师傅将模板用夹子固定在气框里 按下开关 机器就自己动了起来 随着气框前后左右运动 缝纫机针头就游走在手套的指缝之间 在几毫米的缝隙间 开始缝制不差毫厘 而高师傅只需在一旁 做个甩手掌柜 悠哉悠哉的按着 机器像是有了灵魂一样 缝完一个自己断线 开始缝制下一个 气框也分秒不差的 将模板送到那个位置上 新机器运行不错 但缝制的效果究竟如何 答案马上揭晓 高师傅你这机器做的还挺快的 这个很快 设定好的程序 老李你看一下 它缝的合格吗 挺好的 这个至少可以比你的五到六个人 吹牛你 什么吹牛 比比 质量要比你的人工好 至少要比五到六个人 吹牛 咱们可以比 不可能 肯定缝的多好质量 你找五六个人缝一下这个 你肯定缝不了这个 对啊 你可以比服装 做服装也比你强 老李面临招工难的问题 非常关心新型缝纫机的效率 都是爽快人 说比就比 自动缝纫机和缝纫高手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今天咱们高师傅 他发明了这个自动缝纫机 要和这边六位 您挑出来的高手 进行一个传统机器的巅峰对决 然后为了刺激大家的积极性 我为大家连夜赶着了一个奖杯 咱们今天就来一场大半手杯 缝袖子大赛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缝制羽绒服的袖子 大家可能看这个布片 现在还很奇怪 等到我们缝完之后 它就是一个羽绒服的袖子 李长长你给我们宣布一下规则 怎么样算获胜 车线顺直 尖的地方砸的尖 而且方的地方 比较顺滑顺直就可以了 听起来蛮简单的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我们每对 每边十八条袖子 谁先缝完 好大家待会努力啊 我现在来宣布一下 第一届大半手杯缝袖子大赛 我的半手呢 第一届大半手杯缝袖子大赛 现在开始 好大家各就各位 高师傅 您这边正在忙什么 这个铺片 铺片啊 怎么铺啊 把这个片按着这个 这个板上那个硬 往上按就行了 这个模板中间是空的 对 然后待会针就在这里走是吧 对对对 这双面胶粘的呀 对 牢固吗 可以没问题 再能夹住就行 到时候两边一合 就是一条袖子是吧 对对对 能夹住就可以 好好好 您开始换了 您抓紧啊 这边人少力不 我们来看看这边 这位姐姐 你们是在干嘛呀 在刷粉 刷粉 什么是刷粉呀 就是给这一部片上 先那个 那个印记 然后再用车工去砸 按照这个印记去砸 这个方法很巧妙哎 您手上搓的这块是什么 是肥皂吗 对肥皂 是我们最常用的那种肥皂 是吧 对就是常用的肥皂 这块板下面是用线已经缝好的是吗 对 对 因为它为了肥皂能把这个印换出来 您现在正能为大家做这项工作 然后大家就可以倒在这个盒是吧 对对 好 那您快点啊 因为只有您 您俩在画片 其他很多人都在盒 供不上 对您别省坏了 还可以加油 还可以加油 好加油 高师傅 您这边已经冻起来了是吗 已经开始缝了 嗯 这很简单 不用画线 今天的机器状态怎么样 今天机器可以 应该没问题 我看人工队啊 那边一直在忙着画片 好像没你这个简单 你这个一封上去就可以 我这就是省掉了传统的画片 那个画线的工序了 嗯 不用画线 我刚刚还请你捏网汗 但是看人家工序比你多一道 我觉得你取消还是有把握的 应该差不多 好吧加油吧 对好 高师傅这边 只要将线计图案输入到电脑 就可以直接缝 免去人工画线的烦恼 抢先开工 人工队这边的师傅们 只能奋力追赶 大姐 大姐你觉得这个折线好缝吗 不好缝 太不好缝了 不好缝啊 你到现在为止缝了几条袖子 哎 一个还没缝完 这次比赛的图案难度非常大 弧线跨度大 折线弯角多 将要迅速而精准的缝制出图案 没有两三年功夫 是不行的 你有多久的工作经验呢 因为我看你们六个人缝的都挺快的 15年的 人工队这边的师傅 不管经验多少 都对缝折线非常头疼 每次摆动步骗很是费时 速度还不赶快 一快就缝过头了 比赛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可是两边的气氛迥远不同 人工队这边是热火超天 高师傅这边就是相当轻松了 可他们能轻松赢得最后的胜利吗 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排了 这时候人工队那边已经接近比赛的尾声了 人工队那边已经接近比赛的尾声了 我们缝12条数字吧 12条了 今天的风有点影响 浮片有点慢了 要不然你还能赢是吧 不是 不是的 效率效率 还人工的效率要比机器的效率快 我的平衡工都是一流的平衡工 它是机器不行 效率太低了 你觉得它机器是机的 对 你的平衡工程度的质量每个都不一样 我咱看了 那你的呢 一会咱看一下 别吃了 好的 那一会结束了 咱们好好看一看 好的 可以 看看沐泪这边怎么样了 我的肯定比你好 烤完了 烤完了是吗 哎 倒茶 看到吗 大剑火烤完了 烤完了 烤完了 那不行 那不行 我们肯定比你烤 蒋妹呢 赶紧给我 它都不行了 它都肯定慢了 比这两 比呀比呀 咱们先看看这个陷阱好吗 快比快比 我奖杯拿过来 先发奖杯 先发奖杯 你先别急啊 咱还没看那个结果呢 你刚刚说要评判一下陷阱呢 来 这是人工队的18条袖子 这个是机器队的 12条 你看厚薄 一看 你看我们就这么厚 他们这12条可能有水分 我觉得 你觉得连12条都不到 那咱输是吧 人工队实力不俗 率先完成18条袖子的缝制 而自动缝纫机 对上众多的高手 速度上就拼不过了 下面就到了比拼质量的时候了 高师傅这边 能否在质量上 扳回一局呢 这个宽呢 干嘛呢 干嘛呢 你差点想干嘛 你看这一截 你自己看 这个这么窄 这个这么宽 不要看这 不要看这 看下一条 这可能是低手分的 这条不看 这条不看 看下一条 哪又不看了 这总共才18片 再看高手的 再看高手的 这个还行是吧 人工队全靠双手摆弄裁片 形成献计图案 难免与设计图案有偏差 比拼质量这一环节 老李心虚起来 嗯 比自动力超强 高手觉得怎么样 这个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 还有改进空间 是吗 哦 这边又出现了一个粗细不均的 行啊老李 人工不行 真不行 做这些东西 笑得快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您机器自动设计 那是吗 这这这这他做的吗 发本的就不是 你太狡猾了 你看这 在下面 这 这可以 随便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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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随便看一下那个机器缝的 看这边 从头到尾它粗细都是一样的 你看很均匀吧 是的 高师傅的自动缝纫机 缝制出来的线条图案 与设计的板式 缝毫不差 非常规则 这一点 非常打动李师傅 这点应该比你好 比较好 速度是比你低一点的 差一点的 今天有缝了一下 不是 光是缝 缝制速度 包括一些其他东西 你都要看一下 你敢测 专绒的不专绒的吗 成冲复纳的你敢吗 可以 怎么不敢 来 你 测一下 肯定可以 我们老李是个爱面子的人 见高宫的机器缝出来的袖子 质量比它好 不服气的他 又提出了测试 袖子防钻绒性呢 羽绒服 与别的服装 要求大有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针眼不能钻出羽绒 由于羽绒服在冬天穿着 碰撞挤压和摩擦静电 都能将钻绒的缺点放大 钻出的绒毛越多 衣物的品质越差 那自动不认激缩的衣服 到底钻不钻绒呢 这是高师傅以前没关注过的问题 他紧张的盯着针眼 生怕看见羽绒钻出来 那样新机器好不容易取得的好印象 就富之东流了 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老李 也紧盯着裁片 大家屏住呼吸 等待 结果揭晓 高厂 这不行 这转绒 穿上羽绒服 浑身变成鸭子 谁受得了 这个 这么多绒 叫转绒吗 你来一件试试 然后羽绒服一脱里面 就变成 你变成鸭子了 谁干呢 不明显 你是消费者不行 门也没有 那你这是吹猫求刺 你这是 我是你的买家 对不对 你卖不卖吧 做不做吧 有他这句话 你解释都没用了 那怎么办 高师傅 那回去重改吧 咱回去改进去 对对对 老李外表粗犷 内心细腻 他对机器的细节 非常关注 因为羽绒服 一般紧贴毛衣 棉质衣物穿 有一点酸绒 也会弄在衣服上 到处是羽毛 所以酸绒问题 容不得半点马虎 咱们今天宣布一下 那个比试的结果呗 我觉得可以啊 你觉得谁是获胜了呢 反正不是他 肯定是我 为什么 因为我干的比他快 快 我觉得他专容了是吗 那不行 我现在求快 我的质量比你好 你不能这样欺负 什么呀 人家是买主 而且是做企业的 我觉得很合理 今天算你赢 好吧 你继续努力吧 好吗 下一次 下一次我绝对会赢的 好的好的 谢谢 那这个大半手杯 赶给你 我们胜利了 是很遗憾的 高师傅的这个机器失败了 不过他的机器 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 他现在这个机器呢 实现了自动缝制图案的一个功能 如果是以前的话 起码这个工人要三年以上的经验 才能缝制出这样的一个图案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现在是有一个钻绒的现象 的确是这个羽绒会在这个针线的这个缝隙当中出来 如果我们穿的时间长了 它会渣 对对 尤其是冬天 那个里边有可能会有毛衣 容易产生晶片 再加上这个空气比较干燥 晶片就会更大 所以它今天出一点 明天就会出很多 到最后的话 这个羽绒服就没法穿了 刚才这个钻绒对制作羽绒服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高师傅和他的团队 是怎样来克服这个困难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了解 做服装就得精益求精 羽绒服缝制的钻绒问题 首先摆在了高师傅的心头 高师傅反复研究 发现钻绒跟面料的质量 线的光滑度和缝纫机结构有关 前两项都可以优中选优 那么如何从机器构造方面 防钻绒成为它要功课的难题 高师傅发现传统屏缝机 缝出的针眼就不会钻绒 这里面有着什么可以借鉴的奥秘呢 经过反复观察 高师傅发现传统屏缝机的压角宽 且离针头较劲 缝制时紧紧压住针眼处布料 不会抬起 针头回线时不会带出羽绒 如果新机器设计一个一直紧贴面料的压角 会不会也能达到不钻绒的效果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 高师傅终于把新机器做好了 我们的记者也闻讯而来 这不是老李吗 你也过来了 我来看看 看了你消息比我零 上次比赛我是一个头输给他六个人 他做18片我做12片 我这次两个头 从效率上的话应该是提高一倍了 我现在的除了这两个头之外 把速度还提高了 原来是1500 就是每分钟1500帧 我现在能做到每分钟2000帧 那我注意到这两个头啊 它的压角不一样 高师傅为了弥补上一代机器 速度上的不足 特意做了两个缝纫机头 这样速度就翻了一倍 为了有个比较 两个机头分别装了新就两种压角 压角的话原来是普通的压角 这次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那个沾门防装容的压角 然后呢它配合这个框的运动 针的运动 压角的运动 这个三者再给我的电控配合起来 然后呢能够做到完全不专用 压角是缝纫机的一个重要部件 它既能压平布料 防止起皱 还能与送布牙配合 均匀送入多种布料 这次新压角底部更平滑 面积更大 高师傅同时改进了机器的控制系统 新的改变能否防止钻容呢 这是大家现在 最关心的问题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了 开始 机器开动前 两种不同的压角 外形迥异 旧的压角是细小的管状 新的压角是个矮碰的圆柱体 外形结构的改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别忘了 新机器的针速度也相应提高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新机器能够克服钻容的问题吗 在大家焦急的等待中 两个机头完成了对比样本的缝制 我们首先来看 左边旧的压角的效果 你看 这个呢 是没改前的封的 你看 这上面的 这条线呢 出了好多绒毛 是吧 它是细细的绒毛在这上面 你看 你看清楚吗 看清楚吧 这还不算严重了 是吧 是吧 就这个 你再看我 我们再看看新改进的 嗯 旧的压角 缝制钻容的性能很差 缝处的裁片多处出容 新的压角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记者和老李都瞪大了眼睛 表干净 是吧 嗯 这个很干净了 这上面的 这上面这个是现毛 这是现毛 现实的吧 很干净的 你看 所以这上面看的话 看不出一点点白色的吧 嗯 经过观察 新机器缝出的裁片 针眼处 非常干净 没有出容 高师傅还非常自信的 在手中揉搓给老李看 他也没出来 本以为这样 老李就该满意了 可是 面粗心细的老李 还是不放心 做出了让记者 意外的举动 是 没改进以前的 哦 出容了是吧 对 经过衣服静电 他冬天穿会出容 对 刷绒的衣服嘛 就是把衣服全部需要 它们去 嗯 你这检查的也够仔细的 它就变成鸭子了 你看 很多啊 嗯 那咱试试新机器改进之后的效果 你在那条胳膊是吧 我觉得这样公平啊 做一行 懂一行 老李作为业内人士 用他自己的专业方法 检验了静电状态下 样本是否出容 好在高师傅的机器 经受住了考验 没有吧 没有 在高师傅身上摩擦没出容 老李不甘心 又在自己身上摩擦 使出了搓澡的劲 也没让裁片出容 老李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可是没想到 老李又带大家来到另一个地方 继续测验 这里是天津一家 专业的羽绒服进出口检验中心 每年有大量羽绒服在这里检验合格 走出国门 这次老李要用科学的手段 给高师傅一个严格的考验 刘大姐 他这是魔法生活中的那个拍打和碰撞 对 碰撞 对 拍打和碰撞 然后从面料或针眼钻出来是多少根 然后计算它的那个最后判定它的结果是否合格 那什么样叫合格 什么样叫不合格 合格就是面料或针眼钻出来的那个融丝 融朵或者是毛片比较少的那种 它有那个判定的那个根数 你像咱这这么大片呢 我估计和 你是不是待会做完之后还要把那个 兜里进来 然后数一数 对 兜里数一数 然后面料还有球箱体里头 那超过多少根就不行了 超过一般20个根 22根以上就不行了 就不合格了 这个标准还挺严格的 对对对 那你看一下我今天 这个是高师傅他新改进的机器做的这个 这个材片 这个是第一代做的一个材片 我待会想把这个都做一下实验做个对比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那咱先做一下这个吧 嗯 行 咱这个滚筒要滚多长时间 半小时 半个小时 嗯 1440转 好 那咱先做一个测试 行 怎么样 高师傅 还敢做吗 我都来了 肯定是奔着这个来的呀 做 我刚刚看到标准很严格啊 没事 肯定能合格 做 又装了呢 装了 不可能装 不装怎么办 不装再说 怎么再说 这不再给我自己去给我买下来 买你的机器 买你的机器好吗 行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开始吧 考验开始了 高师傅的羽绒样片 好比孙猴子 进了八卦炉 转动的滚筒 速度堪比 家用洗衣机 里面还有二十几个橡胶球 在不停拍打碰撞 羽绒样本要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 待上三十分钟 出来之后 会不会面目全非呢 大家心里都没底 羽绒样本经过三十分钟的前滚翻后滚翻 终于结束了测试 在众多橡胶球拍打下 是否会面目全非呢 怎么样刘大姐 嗯还行吧 然后钻出来的根数不算太多 一二三四五六 六根 说明效果挺好的 这么大面积 六根 七根 八根 还可以 这算是合格吗 哎 合格合格 效果不错 是四级 四级 对对对 要分多少级啊 五级 五级 五级是最好的 五级是零到五根 对对对 那这个算是效果还不错 对啊 效果不错 呦 高松 你这个第一代居然是这个效果 他是说你钻绒吧 我还不知道具体怎么个钻传 因为还这么多呢 白花花一片 这个确实很惨 没法穿这个 钻出来八根 你觉得达到你那个理想预期了吗 达到达到 我觉得八根可以的挺好的 是吗 他怎么样把机器买了 买了买了买了 这成功厚的 轻松和喜悦 可他万万没想到 当天晚上 就有一个 不愉快等着他 啊 怎么了一叉 续带做不了 厚的缝不了 什么机器啊 你现在怎么样的机器啊 那里怎么回事啊 你还推我机器啊 啊 你的那个 续带大的做不了 服装 厚的 就是羽绒服跟棉服都做不了 整个做不了 可以看一下一张 来来来 靠上看 看一下来来来来 你说这么厚的 它能封得了吗 有多封 三厘米的两个 嗯 三厘米啊 封不了 比如说三厘米的这个 这个服装了 比如说续带整个更大 你还是封不了 你扎进去看看 啊 是 这就是 这么厚 太厚了 进都进不去 看到了吗 那普通的不能封吗 普通的就不 我就要封厚的 我就要封更大的 那是封那个防弹仪 我也给你做出来 要把这你就做啊 行 我给你做出来 好 起初高师傅觉得 老李虎角蛮缠 自己做的是缝羽绒服的东西 缝水袋缝制不了很正常 可是身为技术员的特性 却让他对这个问题耿耿于怀 坐卧不安 有这样一个新的难题 横在路上 自己要是这样视而不见 掉头跑掉 这不是一个搞技术的人干的事 思来想去 绝强的老高 决定向新的领域进发 高师傅针对问题 从针开始研究 在服装缝制行业 布料加上填充料 达到10毫米以上 就是厚料了 高师傅对针的粗细 针板的长短 都做了详细试验 最终选定了合适的尺寸 同时他还创新的将缝纫机头 做成上下活动式的 以方便放料 可是问题接踵而来 刚解决压角的问题 排版的问题又来了 以前的缝纫机 气矿活动范围 就一平方米左右 而睡袋最大的面料长 近于两米 这如何解决 研发工作再度陷入僵局 在焦躁之际 高师傅喜欢运动 疏解情绪 而这一次 篮球的往复运动 砸开了高师傅的 灵感之门 经过反复试验 一台全新的缝纫机出现了 那它能否缝制超大的 羽绒服睡袋 我们的记者 先来替老李看看 我怎么听说 那个老李他为难你啊 他又让你干什么了 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 他让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这是我们最新做出来的一款 就是肯定很满足他的要求了 就是我这个你看 我这两个 两个浮面 就是两个框 这个方向 这是一个A框 这是一个B框 新一代自动缝纫机 巧妙利用相对运动的原理 让机头活动起来 机器重新换成单机头 方便移到横向的每个点位 在同样大的台板上 通过气框和机头两者 共同运动 缝制的面积可扩大四倍 新增加的丝杠传动装置更加精准 可以将机头送到指定坐标 而分毫不差 缝制出来的线计图案更加精确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高师傅 你说你上一次的时候做两个机头 速度快了吧 但你这次又换成一个机头了 你怎么想的呀高师傅 我换一个机头跟两个机头来比较 我换一个机头 一它不停 这机头一直不停 那两个机头的话 就人和这个机头一起倒搬 对对对 倒着坐 它不停 这是一个 第二个它的速度提高了 原来 原来的两个 您说的是什么速度 工作速度 工作速度 工作速度提高了 它这个已经达到2500 每分钟了 咱们这次改进那么多 那咱们去过去给老李看一下 让他见识见识怎么样 高师傅这次改进的机器 可算是花了心思 连记者看了都觉得 这回高师傅 可是有底气了 哎 老李 我们在这等你多时了 我说老高 这慢一时间 为你准备的 连夜写的 这个是给你设的擂台 看见没 专门为你连夜写的 我 你能给我念念吗 我不会念 飞针走线 全凭科技 辣刀不念 可技了 一会儿 多些事有歌 你借吧 一会儿让你心服可服 一会儿让你见识 工事科技 逢长不短 就是功夫 这说明我们都有功夫 对不对 终极擂台赛看见没有 还要比一比 肯定要比赛啊 我们在这就摆了个擂台 过来看 咱们今天这三项比赛 你赢了一项 他就算输了 你只要赢一项 我就输了 好吧 这只睡袋 好吧 这个是比长度 这个比厚度 这是皮革 咱比比厚度 还有比难度 下面这个考验任务 可是高师傅震撼老李的杀手锏 刚才一眼跟前站片的看得不一样呀 对呀 我们看着像是个麻袋片 就是 不然就一块抹布嘛 你可以试试 试试就试试嘛 你自己说吧 这样还有这 你看 先试试这个 看看这个风不方便 先试试普通皮革你就知道了 用力 用 亲身一下子戳透了 看一下看一下 透了吧 嗯 你试试这个吧 那是这个 你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啊 用力 防弹衣可不是寻常能见的 老李乍一看可不信 一向不服人的他可不能被唬住 这下老李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一定要把所谓的防弹衣戳破 我去 我去 你看你 肺那么大的劲 戳个这么大的洞 哎呀 你还真放弹衣啊 从哪儿那儿呢 能告诉我吗 不能告诉我 为嘛 怎么样 很敢比 有嘛不敢比的 你觉得你那红筷 这有嘛了 我一会儿我就给你封住 我这个可试过 三千封封碎的 随便你选 我这个设备 这个改进后的设备 人你可以选 设备 你自己挑 这个传统的设备 你自己挑 好吧 行我肯定把你比刺了 啊 比什么你也自己选 行 好吧 比赛还未开始 双方就已经剑拔弩张 这次比赛 可是层层递进的擂台赛 一向不服人的老李 能否招架呢 待会儿咱们第一轮呢 就举行缝睡袋的比赛 你们这里如果谁觉得自己是缝睡袋的高手 现在就举手报名 杜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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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高峰有 你有什么必杀技啊 我缝睡袋缝了二三十年了 这在我这儿来说 应该是小菜一碟了 专业做睡袋 对 好了那咱们第一轮比赛马上开始了 高师傅 老李 每边三个睡袋 我会拿手机给你们进食 然后到时候看谁缝的快 谁缝的好 知道吗 可以吗 你还是回去吧 我觉得你肯定比不过我 这话够狠嘛 他让你回去呢 哪里 还不知道谁回去呢 是吧 嗯 我要是比不过你 我把机器砸了 你砸吧 不行我去砸了 有谁吗 我宣布第一轮缝睡袋比赛 开始 这一轮比拼 双方都信心满满 比赛刚一开始 都一阵风势的冲向各自阵地 抢占先机 这个这种夹子是主要适合于什么样的材料 呃这个是主要是棉啊羽绒啊稍微厚一点的 稍微厚一点啊 嗯稍微滑一点这个也能夹得很紧是吧 对对对 手巧的高师傅为各种不同的材料设计了不同的模板和夹子 机器缝制跟手工缝制可不一样 机器要精准定位可离不开跟模板的相互配合 你现在都可以开始缝了 我都开始缝了 哦 他们还得等一会儿了 那我看你们传统队的启动啊 比那位机器队快 那边还正在做模板 是 机器队那边手忙脚乱的夹模板 人家杜师傅这边可是说开始就开始 轻松的很啊 还好机器队这边经过漫长的夹模板 终于顺利开工了 机器按照设定好的图案 在针尖下画出优美的幅线 看呆了 一旁群众 你看得很认真啊 你以前见过这机器吗 没有 没有 你觉得这机器怎么样 挺好 挺快的 那今天两队比赛 你看好哪一队呢 那还当然这个了 这个又快 那个做的那个活又平 又漂亮又干净的 起码不做的不要等 我们做脚炭那时候啊 做十分长腰层了 自动缝纫机快捷的速度 方便的操作 让年轻时也缝缝补补的阿姨暗围观止 过一会儿机器完成了第一个睡袋 诶杜师傅 诶 那个老高那边第一个睡袋已经完成了 是吗 你现在怎么样 我一个还没有完成了 那你现在缝的这个曲线啊 是不是手工转起来也很难 对啊 这曲线也很难的 这曲线没有基本功是砸不了的 杜师傅这边进度被赶超 顿时有些着急 而人工缝制图案 只能靠双手转动布料 这可急不来呀 诶大姐 这是你们做好的第一个吗 对这是我们做好的第一个 好我看一下用时多久 传统队这边呢 用了将近十二分钟 才做完第一个睡袋 机器队速度的优势体现出来 越缝越顺手 诶高师傅我看你这边速度挺快的 嗯 大概没到十五分钟呢 你这是最后一片了是吧 是啊 嗯 马上就做完了 我现在就是装卡 稍微费一点时间 老李 嗯 你赶紧过来看 人家那是最后一片了 你们这边的速度好像到这边慢了 不慢 不慢 这是两片的 太难缝了 上一层 下一层 这料都比较滑 中间棉花也比较滑 一扎就跑跑了吧 嗯 人一摆的话他就滑了是吧 嗯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你知道吧 嗯 你看人家聪明 做的夹子比较紧 给你看吧 老李 哟 给你看看 高师傅你这儿显摆了 看一看 老李你这边分了几个了 一片半 一片半 你要不要数一数 他们这边分了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师傅 他那边结束了 你现在是要继续啊 还是要认输啊 我认输了 我干不过那个机器 都说您这个作品呢 一看就知道是有多年经验的老师傅 他才能掌握这么大幅度的东西 但是我看了一下您那个局部呀 有些地方还有那个图案变形的 那 比如说这儿 这儿还有打褶的 这儿有一点 这个 因为有点 着急了 是吗 想提高速度了 质量就没有了 我们再看看自动缝的这边怎么样 看看 杜叔叔您先说吧 您作为老师傅有经验 哎呀这个 说实话确实 皮我那个 皮我手工封的套 第一轮缝水袋 机器队以压倒性优势 胜过了人工队 一向乐观的牢里紧锁了眉头 第二轮 人工队有没有赶超的希望呢 输了吧 输了 输了 输吗 不输 继续比 继续比 高叔叔您准备的第二轮比赛是什么 做皮革 第二轮的皮革有一厘米厚 属于公刃的厚料 况且皮革韧性大 不易缝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高师傅暗藏杀鸡 选择了人工队难以实现的图案 人工队这一回 有人敢接招吗 这能做吗 能做 这可复杂了 我觉得现在不是缝东西 就是在绣花呀 很简单很简单 是吗 我三十多年工作经验 杀不了他 三十多年 对呀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嘞 好 那我宣布第二轮比赛开始 来 高师傅快 可以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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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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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李可以歇会了 可以歇会了 我看看你缝了 你缝完了吗 没有啊 那咱们可以看看你缝的是什么样子 我的 来 看我们心灵手巧的老李 中国地图 挺像的其实 是吗 你不是算你能行吗 能把它缝好吗 行好的 你看看我的呢 还送给我呗 怎么样 比你的怎么样 还不服 行 还不服啊 你防弹仪还被缝了 防弹仪 行行 我又不跟你比了 防弹仪 你自己的 发挥好不好 因为我抄不了 防不了 太厚 行行 老李就是给你服气了 好的好的 连输了两轮 最硬的老李非要见识见识 高师傅缝制防弹仪 才算心服口服 你老高 你现在在做什么 换一根针 换一根针 防弹仪太厉害了 太硬了 普通的针是缝不了的 由于防弹仪缝制 难度特别大 高师傅谨慎的 换上了特质针杆 更长更粗 但是这样依然没有十分把握 每分钟两千多针的速度 如果扎不透 可能会将针杆崩蛇 大哥 老高他现在要缝防弹仪 你觉得能缝得动吗 对 你以前见过这种材料吗 从来没有接触过 从来没接触过 嗯 那你知道防弹仪是怎么缝的吗 嗯 不知道 也是第一次看到的 那个防弹仪有难度吗 刚好多人都不看好你 难度大 这个玩意 又厚又硬 又厚又硬 嗯 那你不是已经换了粗针吗 这还有问题吗 嗯 压脚 压脚 压不实啊 太硬了 料的话 针会断是吗 对 断 是不是还比较危险 你小心点 你把 高师傅从针头到压脚 换了个遍 反复调试 连本来看热闹的牢里 都严肃了起来 觉得够强 为什么 因为太硬 我担心舌针 嗯 绷的时候一定注意 闻这个有危险呢 多远一点 我只能借他眼镜 看的时候 真绷 真绷着我就麻烦了 就太硬了 真容易断是吗 不知道绷哪些了 嗯 送危险所 哎老高 你有没有什么防护措施 或者有没有什么 改动啊 纷这个衣服 有 我把这个增加出了 不容易断 你不用怕 还有呢 其他地方有改吗 压脚 有没有调换一下 嗯 都调了一下 都调了一下 把这个压脚稍微调得高了一点 嗯 那你加油 我们先让开啊 嗯 小心这方道 我退 住院 为了挑战服装界的硬骨头 高师傅这回铁了心 花了比之前比赛还长的时间 调试机器 终于开始缝制防弹衣了 测试 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 一点点进行 要是用里面那个平分计分的话会怎样 还不知道说多少颗针呢 嗯 那针就奔出来了是吗 也许在里面也许奔出来了 没有根的 啊 行啊 还没说这 真头终于扎下去了 线条规整完好 高师傅明显松口气 一旁的群众这回忍不住好奇 都站到边上想异度风采 你看这次你的压脚换小的是吗 对 换个小的压脚 为什么换小的 嗯 它那个什么 它那个 下面那个砧板 砧板是个立柱形的 它用 它用那个大的话 会砸到这个旁边的 这个 旁边的那个 呃 钢板 影响的那个效果还好 换个小一点 自动缝纫机在众人瞩目之下 有心无险的 缝完了防弹衣 缝得了这个 以后可没有硬料厚料 难得了高师傅了 这是结束了吗 结束了 缝完了 哎呀 我们看了你脾心吊胆呢 就你们害怕 我都一直靠着它呢 这老李说可能会真崩出来 崩了没 断了没 没有 没有 没有啊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 行行 那咱们拿下来看一下好吧 怎么样老李 崩得不错 对 你上次把我机退回来了 我现在赶进了 这个结果 你满意吗 满意 我把这个机器拉走 拉走啊 那行 那最好 那总计的结果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高师傅的自动缝纫机队 这里了 高师傅发明的自动缝纫机 能够自动完成复杂线机的缝盒 无需多年经验 无需复杂操作 将缝纫工作变得轻松简单 值得肯定 发明人研制的自动缝纫机 符合缝纫行业的发展趋势 对解决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缝纫行业的用工问题 是很有意义的 值得肯定 从完善的角度说 缝纫机的速度还需要提高 对于推广普及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 自动拼接问题将是下一个难题 如果能够自动缝合出 整件衣服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华为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